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设置这四个模式 那我们就通过短按前面的电源按键来进行切换 例如说我们现在开机之后 它是一个录像界面的 我们就按一下前面的电源按键 它就可以切换到拍照界面 再按一下 这就是回看界面 再按一下 这个就是设置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设置界面上面其实都是全英文版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旁边的上下按键来进行选择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找到我们的语言菜单 一直往下按 对就是下面这个第二个 LANGUAGE这个选项 这个呢就是语言菜单选项 我们选择中它 然后按上面的OK按键 轻轻按一下 它就能进入到里面的语言菜单 我们只需要找到我们的简体中文就可以了 简体中文 或者繁体中文 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选择OK之后 你看到菜单就可以变成中文的菜单了 然后呢很多我们的64G的内存卡 都是第一次使用 都是需要格式化的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格式化的选项 就是现在选中的这一个 只要轻轻的按一下OK按键 然后选择SD卡 再选择确认 它就会自动的把内存卡格式化一下 然后呢恢复默认设置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有一个默认设置 选择OK按键 然后选择确认 它就会自动恢复到出场设置 那这个时候又会是全英文版的 我们这个时候又需要找到语言菜单 再把它给设置回中文 就可以了 一整套的操作就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